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直接转场吧 来到厨房了 因为今天我要做四个口味 代表我要四粒蛋 然后其实呢平时做呢 一包的话一粒蛋是不够的 我也不要吃那么多蛋 只好做小份的 所以一包薯片我不会用完 我现在就把薯片分出来 然后每一包用一粒蛋的分量来去做 现在开始吧 先煮水 现在 开薯片 还有把薯片分出来 把薯片压碎 真疗愈 碎碎的薯片 然后把一粒蛋打进去 好 我先尝试一包 让它放一下吧 等一下我再回来看 好了 经过了十多分钟的水煮 我们就来看一下 效果吧 给弄出来吧 应该是可以了 看起来很像很不错哦 因为我不是用完整包薯片的关系嘛 所以那些剩余的薯片 我还是要数回去的 呃 我只好重用同一个子弹 来做第二和第三款嘛 然后至少那些子弹没有弄很脏的话 我还可以数回那些剩余的薯片 好继续一样的动作 开工 哦 那样 我两包薯片的口味 就可以缠在同一个袋子里面啊 不理了 那剩余的薯片就可以收回去咯 我突然有多一个想法 我想做多一个口味 Corn Flake口味 好 过程就是不多拍了 一直重复的步骤做完五种口味 直接 快转 五种口味 做好了 现在就回去试试 走 哦 这个是BB Coot薯片口味 这个是 辣椒薯片口味 这个是 虾味片口味 这个是 Corn Flake口味 这个是 黑黑的一看就知道是 Oreo口味啦 我就先从BBQ口味开始试试吧 是好吃的 可是我发现 这个煮到可能太久了 它已经是有点 开始要硬了 我觉得如果比较软的话 会更好吃 因为我发现了这个问题 很害 所以过后的我有煮稍微 没有那么久 所以等一下再试一下 没有煮那么久的 看下有什么不同 而这个现在就感觉就像是 BBQ口味的 糕点的感觉那样 我现在试另一个味道 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辣椒口味的薯片 所以也是感觉这个比较好吃 还有可能真的是BBQ口味的 煮过龙会比这个硬一点点 对我来讲的味道还有口感 这个会感觉比较好吃 这个会感觉比较好吃 现在是虾味片 蛋包虾味片 它是薯片的比较好吃 因为虾味片和薯片的做法不同 薯片就是感觉软到弯 和蛋融 融 融 融辣 融入 总之就是融在一起了 而虾味片 它里面的那些可能有面粉制作 因为它还是粉粉 然后还没有和蛋融在一起 吃到外面是蛋 可是它中间就是粉粉的虾片 不是很好吃 所以要做的话 还是用回薯片来做比较好 好我现在就是 Cornflake的口味 Cornflake这个是我煮没有那么久的 看下去还是整个软软 只是外面有一层皮的感觉 你看一按那个汁 这些还是会挤出来软软的 因为这个Cornflake是Honey的嘛 所以是有甜味的 它本身整个吃下去就是甜甜的Cornflake 加这个蛋 然后是OK的 它是好吃的 可是就感觉是甜咯 我还是比较喜欢薯片 蛋还是比较味片好吃 至少它可以和蛋融在一起 黑黑的这个Oreo 现在就是Oreo Oreo的也是可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做法它大致上就是 有蛋 然后那个味道就是 你放什么饼干什么薯片 它就是那个味道 但是不要用那种有面粉的饼 就比如虾片虾条这些 西域的是OK的 所以是看你喜欢什么味道 你就做什么味道 就那么简单 所以以后要吃早餐或宵夜 其实也很方便这样做吧 只是那个袋子你也要回手重用 回手重用 好啦剩余的 我就拿去给我的家人士吧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把我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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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